哦 小脾气来了兄弟们 杀小脾气 小脾气 哥哥的枪管三枪把你做掉 哎 就是我爱怎么玩怎么玩 我可以 这个人放 我可以 这个人还不闹 中路换的好激进啊 角约要单杀了 不用看了,他学的EQ 剑圣打野 要不让他推个线啊感觉 剑圣没闪 永恩好像还有闪 说个言 谢谢夏末开动的超粉,谢谢 严谨一点,因为这个血量剑圣过来一个Q 我就死了,他带着重任 扛不住伤害的 永恩也没闪啊 中也都没闪了 我知道这个中弹要推线的,所以我帮他推线 他不推线他这波跟死一样的 跟死的差不多 21刀,剑圣上半区两组要不要没抓 来中路的时候13刀,上河蟹17刀,狼buff 21刀,他的山狼和蛤蟆都在 这波我们下路残血不走他都出门应该要抓下 OK 我觉得他出门要去死路人或者抓下的 我们这波反他的山狼和蛤蟆,因为是第一轮的野怪 所以说钱特别,血量特别少 山狼是1600,蛤蟆是2050 他这波只能去下的 过来反他 山狼和蛤蟆 都是第一轮的野怪,看血量就知道 山狼好像这个血量有点缩法 鳄鱼闪现咬了,估计要单杀了 OK回家 买双草鞋吧 中单 还好能走 剑上这波上面去没有野怪刷了呀 他这把去上班去逛一圈接,还是要去杀吃草叢 这波草叢能接啊 蹲他一下,我觉得他会过来打 反正已经1750的血量了,不着急 看来不来 好不来 为什么要在这等的,因为他有可能会过来直接Q草叢知道吧 他家里没有野怪了,他刚进上野区发现野怪全没 他只能过来吃草叢,但他没有吃 吃的话一个Q草叢我们就可以杀他了 卡他一个视野 但他没有选择打 时候人家红buff 他要被反杀了 这么极限 老是 是戴妹的吧戴妹的戴妹的兄弟们戴妹的 对面下路两个人双牌 霞 要打小龙 OK 我刚好违规啦你刚好没看到我这波帅气的抢龙啊兄弟们 这波帅气的把小龙抢了然后把他们三个全部留住了 不但抢小龙还把他们三个全部留住 有点爽啊这一波 大节奏 走吧走吧 中路守博线 为什么会鬼啊因为主播面部射黄 懂了吧 我面部射黄了 封的好 8级把他上野去反一反吧 抓波上 抓波上 有机会他残血兄们残血 把E技能消掉了 我猜到这人要放眼 说是直接贴墙开扫描 看到擦眼的一瞬间直接溢出去 他来不及拉开了 还是打野爽啊兄弟们 这种节奏能掌控在自己手里你知道吗 打对线 打得再好被对面针对或者队伍崩了都很难了 打野起码还能8分8队友能自己掌握游戏的节奏 先攻击一下他不要让他提升血量上限 费量 很難過啊 下半区可能被反了 看他有没有带蓝马虎 没带蓝马虎 蓝马虎还在 蓝马虎还在 剑上是不是被打挂机了 提勒选择上线 对 第一轮的曹虫 比方说他6分钟刷新 你6分03秒必须要对他造成伤害 他刚出生是1500血的每一只 如果说你没有造成伤害 他6分03秒之后 他会每一只变成1750的血量 就每一只多了250 你会刷起来多费很多时间 第二轮的曹虫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说在刷新的短时间内 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他会从2750变成3000血 懂吗 就组织的细节 比方说你想控曹虫 你就要在那等着 这是能刷最快的方式 6分钟刷新 6分03秒要造成伤害 不造成伤害就要多花很多时间 小龙吧 小龙 好吃吗 好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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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分断大师分断的兄弟们,大师的,大师分断定位善 游蟹加先锋 打野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围绕资源打,哪里有资源就在哪打 围绕资源打肯定不会错 早啊早啊早 早上好啊 十几 有个E技能加速就很尴尬了 但无所谓 辅助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看买什么鞋 水银鞋吧,水银鞋补魔抗,然后补韧性 然后呢出装就买盾弓,就不买,不买野魔刀,因为有个凯南加露露 永恩的平A一半是魔法伤害 还是需要一点魔抗的,不能零魔抗 就水银鞋就够了,然后就可以买盾弓了 盾弓加大穿甲加银血剑,这把六神钻我都想好了 想对球伤害就最后把幽默换无尽 小妹妹,先把妹妹做掉先 优异点小脾气,先添圆球 双排的吧 看有没有妹子带,兄弟们 打完把小脾气加个好友 小脾气一起玩吗 我最喜欢跟那种有脾气的妹子玩 谢谢小泰妹的冰淇淋,谢谢 小脾气又死了 会不会人太多他不好意思 兄弟们 心里想跟我玩但是人太多了,他就有点害羞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炒出来了,应该打完加这个好友 这里人太多了 他跟我玩待会人家说他是个上分什么什么 人太多了 这波我有点不够细节 赶紧 赶紧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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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赶紧刷一下 上高力吧 没什么往后拖的必要直接给他给他推了 你逗得 W呢 超做他 走吧 他们这样子手上不去 上去的话容易给机会的 拿小龙吧 只有这个位置能下来对 这个位置可以 荒野剑要不要买一次荒野剑我试一下 没买过 没买过呀 他们不给推我们就拿大龙 拿大龙结束比赛 小脾气来了兄弟们 杀小脾气 小脾气 哥哥的枪管三枪把你做掉 大龙大龙 大龙大龙 大龙 还是不买荒野剑啊 XVämä 它是可以无限叠加的 我们攻速太慢了 攻速太慢了 攻速太慢 不好触发 还是老鼠那种ADC出分裂剑比较好 会不会RAE啊 你连联招都说不来RAE 人家是ARE兄弟 连联招都说不明白 我知道那个马大招不后退 落干净前就修复了 那时候谁不会啊 我当然会啊 就大招不后退 知道吗 玩学们 就当时是有这个连招的 就是 A 然后RE 这样子大招 本来我们这要做惯性后退嘛 ARE就不后退 这哥们 这个观众给我来个 主播你会RAE吗 RAE是什么操作呀 连操作都不懂就问 是ARE 懂吗 很多年前就修复了 很多东西就修复了 那个连招太烧了 ARE就是不退反进 很猛 我可没有挂护死的先攻 现在不行 早就不行了 真不行 醒我叫你生爹好吧 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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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一点小脾气 好对上暗号了对上暗号了 打完加他打完加他 暗号已经对上了 暗号了 暗号 暗号 加他加他你不主动怎么有故事啊 没点关注兄们点点关注 没点对啊点对啊好吧兄们 直播间兄们需要买衣服和鞋子的 可以加上这个微信90488 支持获得付款而7天